一带气旋清洗后 让东非三个国家包含莫三比克 马拉威和星巴威都受到重创 但苦难中见真情 当地磁继之宫即刻到第一现场勘灾 也带动年轻人加入关怀行列 目前勘灾团队已经准备好粮食物资包的发放 并规划了后续的重建计划 预计将会准备建材包 培养当地年轻人成为绣缮团队 灾难发生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群平均年龄40岁以下的 看灾团队依旧士气高昂 并期盼还可以继续留在当地 陪灾民渡过难关 这样的时刻就旧地不种 一粒粒的种子都成长起来 一生无量 会像那一棵大树一样的 所以你们那里还有增加力量 那花放呢 我们是要脚踏得到 所生的到 实际的花放 只要走得到 可以看到自己 付出 这样就不限量 请大家不要被量了 绑住 总是该做就是要做 不过想要改变贫穷现况 教育是孩子翻转忍舍的机会 因此目前团队也将与当地的学校接触 希望可以尽早让孩子回归校园 大家新闻的这期刘洪志 华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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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